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到了这个沙子竹期 昼王沙子竹期要在五门外斩掉阴娇阴红的时候 广成子跟赤精子路过那的时候 他看到的就是阴娇阴红要去罚昼王 但看不到阴娇阴红被深宫暴策反 所以变成了深宫暴背后的因素 超过了广成子 超过了广成子跟赤精子 那按背份上说 他们是师兄弟 广成子是大徒弟 原始天尊的大徒弟 那深宫暴呢 就是也是原始天尊的徒弟 所以这里面就出了这么个故事 那深宫暴的作用呢 超过了广成子的认识 反而对广成子和赤精子呢 就造成了一种考验 因为他们在后来遇到的麻烦中是跟深宫暴相关的 这是他招来的 那你等到这个 这个 周文王 我们上次已经说到火烧太庙 火烧太庙是在情急之下被赵王所逼 所以他能算出来火烧太庙 但火烧太庙在这已经走到人那边 所以他只能说叫火烧太庙 怎么烧他不知道 但他一定会烧 这就是一个 这就走到了人的那边 女娲知道细节 女娲也没必要知道细节 所以他只知道赵王 还有28年就注意了 因为细节对于他来讲没有意义 他根本不管 到了广成子那儿呢 知道了这个阴交的某些细节 但不全面 等到了这个周文王那儿呢 他能知道就是 只能知道太庙会着火 但怎么烧的不知道 什么火也不知道 那到处烧出再说了 这个他的背同就在于同样是对未来的预知 可是呢 预知者的生命背景不同 他能能生命背景不同 就是他的境界不同 他的能力表达也就不同 那对于人而言 没人能看到女娲 而广成子呢 来的时候呢 是看到的飞沙走石 狂风大作 两位太子就被刮走了 对不对 等到了周温王 是周王逼着他在大殿说的 他呢 得借助铜钱了 有朋友说 铜钱那是 对吧 内方外源 天元地方 专门用了 金钱专门用来算 这是 我觉得是都可以这么讲的 我们当时跟大家只是说 用金钱 铜钱 金钱去算命运 这就对应着今天 就像美元上印证以告的为trust 我们主要是跟大家从这点去阐述 但有关预言的问题呢 他明显的出现了等级上的差距 但对人而言都是不得了的 所以当时当这个太庙烧起来大火的时候 那昼王就吓坏了 而这个费众跟游魂呢 就基本就是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因为太庙烧火将预示着周王 不得好死 那是真的 同样预示着费众跟游魂将被冻死 对吧 那这是一个前后 我们看到前后的故事 但他不知道为什么和如何促成 他只看到了一个现象 可是当时称周文王呢 他们就称为圣人 说这是周圣人 这个没有这么预测本事的 但对于我们今天的朋友来讲 我觉得他具有一种借鉴性 就是我们会看到一些这种类似的故事的展现 这种类似的故事的展现 有着不同人 有他背后不同的因素 那有的呢 他可能会说的对 有的呢 可能会说的错 原因就是 那没有有谁能有能有能力知道 今天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大变革的背景 就是今天将出现的这种变动和变革 他的背景可能远远超越于人们所想象 就像我们通常说的 如果从这个未来佛弥勒在世 或者从弥撒亚在世的角度来讲 也就是说 那人间应该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 但他如果他的预测 而他的说法如果顺其天意的话 顺应背景的话 又有他的合理性的存在 所以这是一个相生相克对应存在 没有人知道最后的那种真正的未来是什么 但是呢 有他存在道理 所以就我们就看到了 周文王有他存在道理 那广成子同样有他存在道理 但是呢 广成子做对了一半 做错了一半 就你就很难说了 对不对 而到了这个 即使到了女娲那时候呢 女娲也是因为阴娇阴红的出现 才知道周王还有28年才意识到 否则的话他就去教训 所以都有他的绝对性的存在 同时又有他的局限性 这是我们借助故事说的 那这里原因就是今天披露出一个消息来 英国预言家 2020年香港就是时代革命 将点燃中共国的 在中国的反共的浪潮 这是说的 这是不同媒体报的 很梗概 但是这个人呢 是确有其人的 我最早看到这篇报道 是大纪元 后来到了这个 后来到了这个阿波罗网站 然后现在是阿波罗网站 转载的自由时报 台湾的报纸 他中心都在中国问题上 而且他里面谈到的是说 习近平被迫投降 改悬一章 走了这个孙中山的路 就中国走了孙中山的路 但那就民主了 对吧 那走了孙中山的路 今天的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建立的 他讲2020年 讲的非常的梗概 就是他讲出来就是个现象 如何达到没有 所以他讲出来只是现象 如何达到并没有说 就有点类似于这个周文王说的 太妙着火 我们跟大家引述了 然后我跟大家解释 这是我能看到的 我能看到的这个英文的 英国语言 这个人叫汉密尔顿帕克 就叫汉密尔顿帕克 就是这个名字 曾经成功的预言了川普 在2016年 当上美国总统 他对2020年做出了重大的决策 重大的预设 中共建立的政府将面临 从香港到中国大陆的新革命 这些都是在中文里面 在转移过程中改变的 其实他的原意 香港革命 香港的时代革命 延伸到中国 而且而习近平被迫放弃 他其实在我眼睛里看起来 是这样 我会一会儿跟大家看英文的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像我说的 你让周温王去怎么说 你给我证明 一会儿太妙着火 他证明不了 他知道现象 他在个人的网站上 成功地预测了 2019年的澳洲野火 香港的反送中的抗争 英国首相 梅伊的下台 强森的上台 以及危机解密的关键人物 朱利安 亚桑杰 被抓捕 以及在英国发生的大规模的洪水事件 英国发生大规模洪水 它不是一个世界性的新闻 所以它自己是英国人 其实我看到他最早的预测预言 跟中国相关的是2012年 2012年 我们一会儿跟大家看 他在2012年里面再解释了很详细的东西 包括中国传统的古老的修炼文化的复兴 他说这是中国的未来 他当里面主要是讲到了道 他主要讲到了道 讲到了和这个 他说看风水 我以为跟他个人的局限 能力局限相关 他也承认 有些东西他没有预测对 他自己承认 有些是没有说对的 但有关道的问题呢 中国恢复了最传统古老的这种修行的文化呢 其实是有他的 只能解释这个现象 但他无从解释 无从解释他到底是什么 我一会儿跟大家 我找到他的网站了 然后他大胆预测了2020年 六大事件预测 中东会出现战争 中东战争 他大概就说阿拉伯世界 沙特阿拉伯 大概是跟伊朗发生了战争 那你现在来讲 看起来是伊朗是一个非常麻烦的因素 这是真的 伊朗正在闹内部 伊朗本身在民众在抗议 现在的伊朗政府 已经被警察杀伤了 大概一千五百多人 开枪了 川普总统连任 强森将与活作伙伴 这个叫career 共结连礼 就是强森结婚了 强森就是现在英国的新首相 他现在是他的女 他没有结婚 他是他的女朋友 是他的女朋友 欧洲会发生新的经济危机 而他说在中国将产生真正的革命运动 时代革命 这是他讲的 他对中国的时代革命是这么解释 我曾预言在香港发生了时代革命 我也谈到在中国将面临的一场时代革命 2020年香港的时代革命 将应该是香港的时代革命 引爆了中国大陆的概念 那今天的政权 习近平政府将面临被推翻 在这个背景之下 习近平将同意彻底改革 应该就是说是被迫改革 被迫改革 被迫变国 而且将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他建立起真正的民主 他在英文里没提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概念 他就说他将重新回复到 这个孙中山当时提出来的社会制度 民主 他说未来西藏将独立 那就是另外一个概念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他的 他的中文能够翻译成 我跟大家查到了 就是这个人 就是这个人 这个网站是英国的网站 那他里面包括不同的人 那他这个老头呢 就那个旁边那个女的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女朋友什么 那里面包含了 你可以看到 这是他有一些讲座 里面包含着一些相应的视频内容文章 那他来自于 Kerry跟健是夫妇两个人对他进行的 对世界未来的进行预测 不是一个人 所以他讲说在世界上的 这种预测以及精神上的殉导 那这些人 你很难他说他是宗教了 也很难说他是这个信仰 他们有了自己的做法 有了自己的一种喜好吧 有了自己的一些东西 是对是错的 在世界的 在全球 我在北美的一些电视台上 每到这个节假日 每到周末 每到这种宗教式的节日 圣诞节同样是宗教式 会有一些电视台专门播放这一类人 什么样 什么样都有 有年龄大年龄小的 有些比较很显然比较有名 他们去买断了一些电视台 租用一些就像体育馆一样的 这样的地方 现场可以看到几千人 他们在讲述着这些精神的东西 那很显然他们是收钱的 那个到现场是收钱的 我也看过一些 类似于给人治病啊 就是他很类似当年三十年前 在中国流行的气功热 气功热很类似 但他们都在讲述了一些理论 就是生命认知的理论 相当流行 相当流行 这就是跟我没关系啊 这个咱先收开了 跟我没关系 我只是跟大家介绍了 所以他自己在YouTube上 自己在YouTube上和自己的网站上 写过很多东西 所以在这个网站里 你可以看到 这就是这个人 哈密尔顿 哈密尔顿帕克 他对2020年的预测 对世界的预测 我们刚才看到的 那个中文的介绍 是来自于这 那在这个网站中 有着不同的预测 不同人的预测 你刚才看到中间那个 那个就是我刚才介绍的 介绍的 在世界上范围内西方社会 很流行的 很多 有着不同的人 这是有关对梦的解释 梦的解释 在梦境中如何预测未来 这里面 这个在讲了 人们的这个家庭啊 不是一家人不禁一家门 说这个情人是不是 来自于上一次的 这个轮 上一次的轮回 其实他就在讲轮回了 我不知道这个 这是不同的人了 预言家了 有些人呢 可能就在 他讲在一些人的身边 在周围 在世界各地 都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人 这是不同的网站 我跟大家介绍 主要是说 这样的流行 诺查丹玛斯的故事 人们死后的 宾死经验的故事 如果小孩死了 他们会怎么样 所以这都是不同的主题了 主要是讨论死亡 讨论有关 死亡之后的人们的 精神世界的生活 所以他蜕变蛮多的 这里面就谈到一个 有关中国的未来 这是我看到的 这部分里面 讲述了 他是2012年 2012年写的 是同一个人写的 所以在2012年 他当时就已经预测了 预测了有关中国的概念 2012年 他对中国进行了相当大的预测 然后呢 他在2017年的3月10号 他做了一个 video 在当时其实已经谈到了 孙中山的概念 我没有看过他的video 这个 我们只是就了那篇文章 跟大家介绍 在因为有的东西 他说对了 有的东西 他并没有说对 但他源自于 东西源自于2012年 里面讲了很多 有关经济的状况 中美之间的 你可以看到中美之间的 有关经济上的冲突 环境的概念 中国跟苏联 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而世界将停止购买中国产品 2012年 他当时说的 在讲到了当时中国的一些 中国的一些麻烦 这是当时提到的 2012年恰恰就是 习近平上台的那年 所以2012是一个 是一个很特别的年度 2012是一个很特别的年度 在无论在电影中 在世界的范围内 其实都很瞩目 2012 那他也就 从 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 在西方 在北美 主要是那些精英者 创造了一个 一面类似镜子一样 就是我记得有一篇 我跟大家介绍过 很粗糙介绍过 奥巴马跟希拉里 为什么不服气川普上台 是因为他们透过 他们的类似的东西 认为希拉里肯定能成 所以当希拉里失败的时候 在整个西方的精英社会 出现了巨大的冲突 一直延续到现在 原因那些 可以说就是 从一个角度上讲 那些人的生命 跟中共贴近 那个内容太多了 我们就没办法 没办法那么讲 如果那个讲的话 可能 可能我要看过那些资料的话 得讲几个小时 我觉得讲不了 我们就说一个大概 因为没有意义 没有什么意义 什么叫没有意义 他们已经成垃圾了 川普已经上 已经成事实了 那就没有意义了 对不对 过去了都完了 在这里面 是2012年预测的 我只是跟大家分享 最后一段 所以他谈到了 他竟然谈到了 有关毛泽东的概念 胡文明 仅跟毛主席 在什么大风大浪中前进 你可以想 Chemian Mao 你可以想一想 现在的习近平 所以他紧接着就是讲 在精神世界等等 遇到了很多麻烦 在这个 在精神世界遇到了麻烦之后 他就说 在未来里面 其实中国反而走向了好 走向了一个更好的概念 他谈到了 有关精神世界 你可以把它谈成是信仰 你也怕 我觉得谈宗教 已经不能谈了 是人们应该是 对生命的一种回归 他认为在中国 随着经济衰败的 就是在经济衰败的时候 中国你会看到了一个 在他的精神层面 人性层面 生命层面 将会带来巨大 他将带回来巨大的变革 而变革的本身 是来自于道 他用了风水 我以为他用的风水 肯定是错的 这个风水的错 这是风水 风水的错法 一定是错的 一个民族 怎么可能仰仗风水 而重塑他的生命里面呢 风水太低了 太漏了 他如果他是对人的侮辱 对神 人是神造的 对这点是侮辱 他为什么讲到风水 他的能力局限了他 他看不懂 他的能力局限了他 他看不懂 他讲 他可以说清道 他可能也能意识到道 但他看不懂风水 是因为 如果在民间 在今天的中国人的环境中 有着更加超然的 生命里面 更加超然的 纯灵魂的 甚至可以把灵魂讲 剖析 与世界剖析的 极其详细的 这样的 在中国的环境中 中国人中 有这样的一种 我不知道应该用 我想不出用什么词 去形容的话 那对于这个人 他没有能力处理到 他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 但他知道 那是一个超越他的东西 这是一个超越他的东西 就是我刚才一开始 跟大家解释了 女娲 女娲也好 广城子 到了周温王 面对同样的事情 三个人看到不同的东西 这就是他的局限性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真正的中国的传统 他说精神领域的 传统的复苏 那这输了中国 一旦复苏 中国将成为一个 更加high配的 就是说 在他原来 不曾有过的 在物质层面 仰仗着物质层面 根本不可能得到的 那一份的生命的 生命的升华 他就用了一个 high配的国家 就更加幸福的国家 我以为他没能力看到 是人性的觉醒 生命的觉醒 不仅仅是人性的觉醒 就像我说的 文王只知道着火 会烧掉 怎么烧不知道 而且他无力阻挡 而这时候的中国人 将会意识到 远远从他们的 过去的苦难中 寻找这种幸福吧 有了一种 极其光芒的 这种未来 极其光芒的未来 这是2012年 他当时讲过的 那针对2012年 我们讲过很多故事了 对吧 而且可以看到 很多的变迁 其实包括 习近平自己的改变 所以这是 这是这篇文章的来处了 我们就延续下来 你可以看到 最本来的 这是我们回到 2012年 2020年 他这次的预测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 这篇文章 我不知道他背后 他是不是在 印度拍的这张照片 但我个人没去过 最新的预测 来自于 汉米尔顿帕克 在他来讲 他说这就是一种 验证了 英文的 我们就照葫芦画瓢了 但他自己知道 他很多是 预测是对的 当然有些 他也预测错了 这是肯定 但他愿意 尽他最大的可能 他有一点 他说 我愿意尽我最大的可能 能够获得 怎么说呢 给出最明确的引导 但是他认为 命运早已固定了 我们要承认这个现实 命运是被固定的 一切都是被安排好的 但是 真实的讲来讲 他的成功率 他自己讲 他自己的成功率蛮高的 他说其他的一些预言家 都在 招配 招配他的预言 都在 其实是从他们那来的 来佐证他们自己的 所以 我们就没法说了 这人家自己讲的 预言了美国总统的 美国美国总统 2020年和预言了 沙特阿拉伯出现战争 中东战争 他也提到了有关 英国女王家族的事情 那个跟咱没关系 谈到了有印印度 香港跟中东 所以这是2020年 他的预测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 刚刚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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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难说对和错了 他是在 20号 刚刚做出的预言 这个月的20号 刚刚做出的预言 所以是 是相当靠近的 第一 在中东地区 会出现战争 2020年 第二 川普总统会重新 获胜 获选 那中东战争 他也没说 川普总统获选 应该是11月份 那就到年底了 投票 第三个 叫巴尔 第三个是指强森 现在的英国首相 跟他的女朋友结婚 第四个 马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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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那个 那个我不知道他指的是谁 但坦白说 第五个 Revolution 在中国会出现时代革命 第六个 欧洲经济 将欧洲出现经济危机 全面的经济危机 2019年 他预测对的事情 澳大利亚大火 不可预测的澳大利亚大火 在香港出现的时代革命 梅宇下台 英国的首相 强森上台 英国的首相 朱利亚 朱利亚 阿桑奇 被抓 朱利亚阿桑奇 就是危机解密 在英国出现 在英国出现了大洪水 所以这是一个梗概的 然后他就提到一些具体的事情 在世界范围内 在中东出现战争 他主要讲的是沙特阿拉伯 谈到了在 在伊朗的 在伊朗的这个 叫什么 伊朗现在发生的动荡 动乱 然后提到沙特阿拉伯 会卖掉更多的什么 阿瑞玛科的股票 在股票交易场 沙特阿拉伯跟美国和欧洲 进行了大规模的 应该是军事交易 购买了大规模的军事产品 在沙特阿拉伯跟伊朗之间 发生战争 美国的战斗机 被火箭给击 美国的战斗机应该是 被美国的被一支火箭给击垮 那如果被火箭追垮 在中东地区很可能是伊朗 我们只能就这么说了 因为伊朗跟美国现在的冲突 是相当大 普京跟川普之间将达成临时的一个和平协议 有关川普 川普不会被从他 川普的弹劾案将会失败 将会失败 他的一个最亲密的朋友是怎么怎么样 这是都是详细的 而川普本身会得到更大的 应该讲得到更大的权力 弹劾案本身 弹劾案本身 使得川普更加的强大 民主党的这个 叫什么 拜登 拜登将完蛋 就是拜登 他这里讲 拜登将完蛋 华纳是那个女的民主党的竞选者 最早提出来的 最早提出来竞选 美国总统的民主党的一位女士 经常穿红色的衣服 他是最终成为民主党的这个竞选者 而川普会在佛罗里达 佛罗里达是一个非常 在美国总统大选中非常关键的一个州 佛罗里达可能传统上是民主党的人 在2016年大选的时候 川普好像在佛罗里达就是惊人的获得了胜利 佛罗里达是美国总统大选中 能否获胜的关键州 他应该是票数蛮特别的 所以这里他再次提到 他会的 将贸易战与中共国的贸易战 将严重 就是对中共国来讲是一个巨大摧残 我相信我没理解错 现在应该是已经展现出来了 然后他讲说在第二次川普的任期中 川普可能会出现受伤 而他的胃部会出现麻烦 强词我们就讲中国了 我们就看中国了 在中国发生革命 这是他讲的 在中国发生革命 2020年 他提到在香港 在前些时间他曾经提到过香港 而且他也谈到了 在中国会发生时代革命 而且你将会看到香港的事情 在香港的今天所做的时代革命 完全转入到 引伸到中国大陆去 这恰恰是习近平最担心的 在中美贸易战的达成的这种 第一段协议的很大情况下 是想 是迫于香港的压力 习近平招鬼上身之后 同样是想搞定香港 在香港的一连串动作都是这样 所以他自己也知道 香港对中共国来讲 对习近平是最知名的 对中共也是最知名的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你也可以讲 这是顺理成章 可以这么预测 但是呢 截止到现在 截止到今天 在香港爆发了大规模的 这个冲突 圣诞夜 这是一个月来 从11月24号 去议会选举以来 爆发最大的冲突 而警察非常的野蛮 就是那种 不仅仅是野蛮 非常诡异式的 非正常式的表达 但是时代革命 进入中国 这是被人们 在香港后来的时间里面 被人们一直讲过的 习近平 面对如此困境的习近平 说习近平将 同意出现巨大变化 巨大改变 他说本来这种改变 应该不是到2020年 而应该早几年发生 这是他说的原话 我自己 我个人觉得 我看过这段话 我也觉得挺特别的 我以为这段话 它应该源自于 2012年当时 它的预测 我们讲过2015年 是他 是习近平最大的机会 当时抓了江泽民 抓了江泽民 抓了曾庆红 这个事就搞定了 在他跟中华民国总统 在他2015年 我说的是2015年 2015年9月3号 是4号 进行大阅兵 而那个日子 是国家的概念 他就秉承了 那个时候 那个是中华民国的老兵节 跟他现在的预言 是完全是吻合的 现在他说法 是走回到孙中山的路 那在当时 如果他这么做的话 9月初进行了阅兵 9月中旬 9月13号到15号 他把当时全国的 太子党和富二代的主 其实给我感觉 就像当时的吴小辉他们 全都给弄到北京了 1500多人是2000多人 被王岐山给弄到北京的 当他弄到北京之后 到他20号左右的时候 他是首次正式出访美国 在那个时候 抓江泽民就行了 而2014到2015出现了雪月 每年的春天秋天 各出现一次月全时 对不起 月全时 雪月的现象 在过去500年里出现的 那是第三次 一次是中共国建立 第二次是毛泽东与党的主席 杀掉了国家主席刘少奇 第三次就出现在2014到2015 1948到1949出现了一次 1967到1968出现一次 然后2014到2015出现一次 三次 所以当时是一个最大的奇迹 为什么讲那个概念 那是一种天象 在一定范围内 人们知道的天象 因为那在凡是遇到雪月 很奇怪的 自然的天文现象 却与春天的这个月全时 应对着犹太人的月节 月节 等到了秋天的这个月全时 对应着犹太人的 到嘴边上说不出来了 都是对应的犹太人的三大节 三大节的秋天的一个 春天的一个 而中间的三大节日的 那个中间那个节 就叫七七节 逾越节过后的七七四十九天 就叫七七节 这就是犹太人的说法 是今天西方文化的根本 这是我们讲 所以他这里讲 认为这件事情 应该发生在几年前 而我们又说了 二零一七年 习近平在十九大用了 不忘初心方德始终 他说对了 结果他给改了 你看 跟他讲的其实是 我以为就完全 是那么意思 然后他说 从长远的角度来讲 从长远的角度来讲 孙中山 他说中国当真正的改变 将重新树立当时 孙中山的改变 孙中山的改变 孙中山的三 他没讲 这里面没讲三民主义 而是讲孙中山的教诲 孙中山的指导 如果我们理解不错的话 应该说 习近平被迫接受中华民国 所以中共国消失 中共国消失 中华民国重返大陆 这是我说的 那你什么叫 在孙中山的基础上 对不对 下面他说是 下面他说是 西藏独立的 成为了一个精神的乐园 把他成为了一个完全精神的 一个国家式的那种乐园 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 那只能说预言着 如果西藏宣布独立的话 有这种独立概念的话 应该是中国大陆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巨大变化 这里面他也谈到 金正恩会被他自己的人民推翻 他说应该 之前应该有了 而金正恩跑到了中国 将出现一种极其紧急的状况 极其紧急的状况 而金正恩会发放 会发射火箭 那如果金正恩倒财了 被他人民推翻了 我以为都跟中国大陆出现革命相关 这是预言了 这只能说是人家预言了 你可以信 你可以不信了 但是今天的中国状况 跟我们讨论 就如果这么看 就我个人来讲 他同样是讲的天灭中共 没什么其他可信心的 感谢朋友们的咖啡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